传道书第四章后半段 是从十三节到第十六节 只有四节是最短的一段 我本来想说 这个四节里面到底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 后来却是在这当中有得到很多的启发 在这一段里面 我要提出来让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 你在生活中还继续学习并且成长吗 你有继续在生活中成长吗 第十三节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胜过年老不肯纳贱的愚昧王 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 在他国中生来源是贫穷的 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 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 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 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 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 在这里所罗门王提出来的可能就是他实际观察到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让他看到是一种虚空捕风的一个情况 就是讲到老王后来怎么样被新王所取代 这让我们一起思考到一般的权位的交替 或者是这个名秀的这个交替 我们看到这个新王取代了这个老的王 但是呢 隔了一段日子以后 本来非常受欢迎的新王 却是渐渐的退步 本来跟随他的人呢 对他就没有那么爱戴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说 年老的愚昧王 他本来也是年轻的 也是出身贫寒的 因为他是从监牢里面出来的 所以呢 他是深知民间疾苦的 但是呢 可能这位老王啊 在高位上 在王位上久了呢 反而变成愚昧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不肯纳见 也就是别人的意见 别人的劝见 听不进去了 那我们来想一下 为什么这个老君王啊 老了以后呢 就听不进去了呢 中文的翻译是说 他不肯听 不肯纳见 那不肯的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他比较老固执了 骄傲了 态度不对 或者是不想改变他过去的习惯 因为我们知道 年纪大了 这个生活了 这事情都已经是 习惯就很确定了 很久了 要改非常不容易了 也不太想改了 那这个是中文的翻译 是说 这个老王是不肯听 劝见 但是英文的翻译呢 我看了一下 好像意思是不一样的 他说是 No longer knew How to take advice 他说 No longer knew 意思呢 就是说 已经不知道 要怎样接受 劝告了 中文的翻译是说 不肯听劝告 这个地方是说 不知道要怎样 接受劝告 那所以呢 这意思呢 可能就是说 这个老君王老了 或者是 在高位上久了 可能就失去了 听劝的能力 失去听劝的能力 有可能是因为 听不懂 人家在讲什么了 也学不会 要怎么样去改 或者是 人家在劝告 提意见的时候 他会把它当作 是别人对他的攻击 没有办法分辨 这是对他好的 所以呢 没有听劝的能力 其实会造成 人的愚昧 不管 你是不是做王的 你是不是一个 领袖带领人 你作为一个人 如果失去了 听劝的能力 其实就会造成愚昧 但是相反的 如果我们能够听劝 能够听尽别人的 意见或劝告 这就是智慧 能听劝 就是智慧 你能听劝吗 你听得尽别人的 劝告和意见吗 还是你太固执了 骄傲 自以为是 或者是听不懂 学不会 或者是总觉得 别人的意见 是在攻击你 我们只有 谦虚 只要能够求告神 一定会进步的 所以我们就想到 中国人讲活到老 学到老 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有个虚空的点 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年轻人 后来也变得跟之前的老王差不多了 他虽然一开始非常的受欢迎 可是呢 久了以后呢 就退步了 所以一个王 或是一个人 要保持初心 维持一开始的谦卑 聆听 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常常 驾轻就熟了以后 就以为不需要谦卑学习了 我们就停止成长 就僵化了 所以一开始就 请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 你在生活当中 还有继续学习成长吗 如果你没有继续学习成长 你就会僵化 久了以后呢 你就会像这个老王一样 就没有 就退步了 然后呢 也渐渐的被淘汰了 所以做领袖的人 不可不慎 做父母的也要注意 要继续的谦卑学习 才能够成长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生活当中 实在是很需要 敞开自己的心 谦卑来受教 愿意来听人的意见 能够听到诚实话 这样子我们 自己的一些弱点 或者是不知道 不会的地方呢 也就能够来做改善了 主耶稣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 都是能够聆听你的话语 都是能够 透过人的这个 劝告里面 听到你的真相 真理 让我们活在你的光中 主求你来帮助我们 在生活当中 不断的学习 在各方面都能够成长 愿你的道 使我们能够成长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